如果你的丈夫和你离婚是因为你的姐姐在中间挑拨离间,你能接受吗? 你能理解那种心痛和心塞吗? 如果说我和姐姐之间有什么仇恨,才导致她这样报复我,那样我也能理解。 事实上我和姐姐没有任何矛盾,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她的嫉妒心作祟。 姐姐就是属于那种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的人,学习成绩好,长得漂亮,一词似父母眼中的骄傲。 姐姐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,去往一个乡镇中学当老师,并在那里认识了同样是老师的姐夫。 因为姐夫家在农村,他们的婚事曾一度遭到我父母的反对,但是姐姐要死要活,非要嫁给姐夫。 后来姐夫因为对一个女学生不轨,最终被开除公职,因为这件事姐姐备受打击。 也是从那时起,姐姐的心态就变得扭曲了,见不得任何人好,包括我以及她的朋友们。 而我从小就没有姐姐优秀,学习成绩不好,父母经常拿我和姐姐比,所以有些叛逆和不服气。 还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混社会男子多过胎,父母为我超税了心。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像这样混日子了,所以我就去往我们这里的县层找工作去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。 老板就是我现在的丈夫,我和丈夫不属于一件冲心,因为我工作足够努力,丈夫觉得我是一个做大事的女人才开始对我追求。 自从我结婚之后,我妈逢人就说我比姐姐有出息,导致姐姐对我愤愤不平。 在家之姐夫现在无业游民,所以姐姐就对我的现在生活产生了嫉妒。 姐姐不但会打电话给我的丈夫,说我之前的种种,甚至还屡次给我公婆打电话,交代我的过去。 一开始丈夫会说谁还没有一个不堪回锁的过去,但是伴随着姐姐不断地三风点火,以及公婆对我的开始否定, 丈夫对我们的婚姻也开始动摇,甚至提出离婚。 虽然我知道姐姐是因为生活的不如意,导致的心态扭曲,但是毕竟我是她的妹妹,她怎么可以这样报复放在我的身上呢? 可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,怎么办呢? 鞭子的话,你的姐姐是因为落差太大,加上生活不如意导致的心态扭曲。 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家人应该给她更多的关怀和照顾,给她更多足够的关爱,让她感觉到爱。 同时,带她去看心理医生,其实她也很痛苦,所以看心理医生帮助她尽早走出阴影,这才重要。 亲情和血缘是磨砂不掉的,只要你足够努力,家庭还有姐姐都会重新回到你的身边,你要相信爱可以感化一切。 谢谢大家。